欢迎收看第442期北京不敬音 昨天呢鸟山明先生去世 本来想做一期节目的 但是昨天太疲惫了 因为前天晚上讲文化大革命 第二讲关于毛泽东讲了一个小时 这个确实是非常令人作呕 身体心理上都很不适 精神的损伤非常严重 我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借着鸟山明先生去世这个事 聊一个关于眼界的话题 然后我想聊慢一点 就是聊天啊 我讲的慢一点 有人经常会说我语速特别慢 今天会更慢 就是你如果不太喜欢 你就倍速的听嘛 对吧 既然有这个功能 1.25 1.5 1.75 甚至两倍速 你愿意怎么听就怎么听 我呢想慢一点讲 因为这样我稍微舒服一点 今天 我小的时候呢 上小学的时候啊 是看鸟山明先生这个龙珠长大的 那个时候北京的氛围啊 是你可以在路边上啊 找到那种 它不叫不是书摊 嗯 它有点像是一个那种杂货铺感觉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记忆对不对啊 就是 它有卖一些小玩具啊 卖一些东西 然后 还有卖呢 这种漫画书啊 卖一些杂志 那个漫画书呢 是龙珠啊 正版的啊 呃 一卷有五本 那小医生 如果你钱不够多呢 你可以一本一本的买啊 然后凑齐这一卷 然后一卷一卷的看下去 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我们那一代人啊 跟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的 在哪呢 就是我们心里啊 没有那一层隔阂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作家 或者这个漫画家 他是日本人 所以我们要心里有一个隔阂 好像要抵制他 或者不能那么全盘的吸收接纳他 没有这种感觉 或者说呢 比如说一个电影 或者一个什么音乐啊 他不是中国的 所以呢 我就不能够十分的 百分之百的去喜爱他 支持他 心里没有这根弦 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心里有 即便他们心里在不在意 那个大环境有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眼界的问题 从满清的时候 闭关锁国 满清的末期 到民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那些 知识分子啊 呼吁 说中国人 我们要睁眼看世界 就是你 不能再把你的眼光啊 只看向这个中国这片土地 这个几千年的历史里边去 刨绳 在里边去找 你要把眼光看向全世界 全人类的文明 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不能说 再用一个中国的标签 把自己束缚在这里 我们那一代呢 实际上是这么做的 不管是吸收任何的 就是说 从一个思想啊 理论这种思潮 那么再到这种变成文字的这种创作 再到变成像音乐 电影 动漫 甚至游戏 这些变成这些表现形式 最后制作出来这些 这些艺术品 作品 我们是完全敞开心扉去接收的 而且呢 是有点 真的有点像海绵一样 因为你能 你能找到的东西很少 所以呢 你知道这个 这个漫画 是世界 number one的 你知道这个电影 是世界number one的 你就会 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当然了 这个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我们那时候是不拒绝盗版的 因为正版你拿不到 没有 不只是贵的问题 就是没有 所以你会 不在意这个知识版权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啊 当然我 我的个人的做法是 后来我都会去 还这个债 就是我之前看过 谁的盗版的作品 我后面会去 再去 虽然我已经不会再看第二遍了 我也会去再买一个正版 算是 还这个债 那么 如鸡似渴呀 那个时候的状态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 到现在呢 好像一切都变了 我最近呢 有很多的 有一些观众给我留言啊 包括在推特上啊 有看到一些文字啊 有很大的触动 就是 这里边啊 有一个 长期的 中共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结果 就是很多中国人的 脑子里啊 他把世界看成 中国和中国以外 他看成这样两部分 我们从这个吃饭来讲啊 比如说 他认为呢 世界上的 这个饮食啊 分两种 分别是中餐 和西餐 当然西餐 他也会把那些什么 日韩呀 这些全都包含 进内 只要不是中餐呢 很多中国人脑子里 就是中餐跟西餐 其实我们知道 没有西餐这个概念 对吧 你日料就是日料 韩料就是韩料 你可能土耳其菜 就是土耳其菜 那个印度菜 就是印度菜 他是没有这个统称 一个西餐的概念 但是在中文里有 分中餐跟西餐 那么包括 比如文学 他分中国的小说 跟西方的小说 中国的哲学 跟西方的哲学 中国的漫画 跟西方的漫画 中国电影 跟西方电影 中国游戏 跟西方游戏 全都是这么分 这样划分呢 在这个人的观念里 会九二九 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觉得 中国跟中国以外的世界 是平起平坐 是个规模 是等量其观的 好像呢 就是 中国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一个 完全错误的看法 之前我说啊 我对一九四九年之后的 在中国那个大陆上的 那些文学 我不感兴趣 虽然我也看过一些 我也知道 有一些好的作家 好的作品 我看过一些 但是总体而言 我没那么感兴趣 有的人给我留言啊 就是 非要掰执清楚 这个事情 但我觉得呢 你如果眼界啊 是看向全世界的 你会明白啊 其实 我们研究 全世界的文学 中国的文学 太 微不足道 就是说 你 如果完全忽略掉 好像也没什么 太大的关系 但是这个呢 就非常伤很多 中国人的自尊心 他会觉得 接受不了 再去聊啊 比如说 世界文学的时候 他首先要说 因为他有一个 背负很重嘛 他首先要说 你怎么看待 我们中国文学 当你去聊 比如 这个 马尔克斯的时候 他会去 跟你说 那你先 怎么看待莫言 我们都知道 莫言完全是一个 当然 你不能叫抄袭者 他是一个 模仿者吧 纯粹的一个 模仿者 所以 有什么必要 在这聊莫言呢 你直接去看 百年孤独就完了嘛 你这个眼界 就完全 打开了 还有很多的例子 你比如说 一了解 科幻文学 现在中国人 言必称三体 三体是绕不过去的一块 我也看过三体 我也觉得 里面很多的桥段 写的很有意思 但是呢 这个书的整个内核 有一些问题 这个我原来都分析过 今天不展开了 但是呢 很多中国人 除了三体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刘思新是模仿 阿希莫夫 就像莫言 模仿这个 马尔克斯 是一样的 那么 你在聊到 其他的科幻文学的时候 你跟中国人聊 他会先让你说 你怎么看待三体 他会从三体聊起 很多的领域都是这样的 比如游戏 前两天 我跟南极校长 我们聊游戏 有人就留言 说跟我聊了很多的 关于他对原神的看法 怎么说呢 就这个事情特别的 我不想去过多的去贬低 原神这个游戏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是抄袭的谁 他或者说他模仿的谁 对吧 我们也知道 中国的游戏 在整个世界游戏的 这个版图里 多么的微不足道 你从这个 玩法的创新上 美学的创新上 风格的定义上 没有你贡献的东西 没有 你都是模仿者 你都是跟在屁股后面 去找一个方式 挣点钱 跟着 就这么点事 体量啊 影响力啊 评分啊 什么都提不到 但是呢 中国玩家 他就要有那种 那种自豪感 他就需要去找到这种感觉 所以当有这么一个原神出来啊 好像还卖的不错的时候 当然我们知道 大量都是中国人在玩 他会觉得特别的自豪 这就成了他那个眼界的一个天花板 那你聊别的 你先要把原神聊 所以聊到眼界这个问题啊 真的是一个 我这两天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人的眼界 如何才能扩宽 如何才能够跟这个世界文明的 那个发展的高度啊 去接轨上 挺难的 就是有一个人 你去给他讲 你告诉他啊 你的眼界太狭隘 你局限在这个 中国的这个叙事里 你局限在那片土地 你的眼界被控制住了 他是听不进去的 告诉他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但是他一定会用他 仅仅他看过的一些中国的书 一些中国的动漫 一些中国的游戏 电影 然后他自己去 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边界啊 用中国这些东西就给矿住了 他认为这个就是全世界 其实呢 太小了 太狭隘了 那么从这个眼界上又又聊到啊 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一个眼界 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很多人呢 在去思索啊 中国的现状啊 和历史去比对的时候 他也局限于 在那片土地上 去往前啊 可能二三十年 或者四五十年 去找原因 然后去 去分析 去研究 甚至呢 关于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发生 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很多人的视野 也都只是看向 我说很多中国人啊 也都是只是看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那个里面去找一些比对 但我们都知道 其实现在的状况 反而 其实更像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那个世界 很多的 那种感觉啊 非常的响 但是 有多少中国人能够说得清楚 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 有多少中国人能够说得清楚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什么 答起来的呢 之前的世界究竟什么样子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眼界就是 就是非常的狭隘 这是令人 非常令人奇怪的一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 呃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 我们有这么多的工具可以用 互联网这么发达 但是 那十几亿的人的眼界 这么的狭隘 呃 可能有人说 一方面是由于中共的这个统治 建立了防火墙 呃 然后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这种 愚民教育 当然有关系 但是很多 已经翻墙出来的 甚至这个肉身都已经到了 所谓海外自由世界的这些人 啊 你看到他们在推特上的发言 他们的眼界也是 也是很狭隘 天天就在那里争 啊 说这个中文的自媒体里边 王志安是第一 还是文昭是第一 啊 就那一百多万的订阅量 啊 谁超过谁了 谁又超过谁了 就在那里比这些东西 你看向全世界啊 文昭算什么呢 王志安算什么呢 就那么的在意 聊聊 没办法 啊 这就是眼界问题 呃 就是越来越奇怪 这个事情变了 对吧 好像娃哈哈是一个民族品牌 然后到底为什么去抵制 农夫山泉呢 就因为那个红色的瓶盖嘛 像日本的国旗嘛 就是怎么会这么这么癫狂 怎么会这么癫狂 其实我们都知道 农夫山泉的老板啊 中山泉 中山泉跟习近平是哥们 岁数几乎一样大 一个一个53吧 一个54 一样大 在浙江 那时候是哥们 所以农夫山泉 才会有这么多的资源 然后发展发展至今的 他去拿那些水源地 什么的这些事情 那么如今啊 用这个这种民族主义啊 煽动这个民族主义 去去这么去打压 这个农夫山泉 你只能说明一件事吧 就是他们俩闹掰了 要不然这个事情 早就官方出手 就给就给就给镇压住了 任由着你这些 愚民们吧 在这里去胡闹 那就说明这俩闹掰了 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你现在上纲上线到这些 民族主义啊 什么的这些事情啊 我从这儿呢 就想引申到另一个话题 就是说 现在这些中国人的 眼界啊 如此的局限 如此的狭隘 被这个民族主义所裹挟 在中国有多少反战的人呢 这是我今天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1914啊 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当时的那种 呃 文明的发展啊 社会的富足啊 导致了这种 人的这种信心的这种膨胀 以及想要炫耀自己的这个力量 他完全没有顾及有可能发生的 一个全面的世界大战 当时没有人相信 很多人不相信会打起这个战争 所以呢 反战的这个声浪非常的小 有 但是零零散散 大家不觉得会发生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 有多少人觉得真的会打仗 有多少人会会真心的 呃 非常坚定的去 抵制这个战争的发生呢 我相信也是极少数 就是你可以看到任何的一个事情 就可以煽动起这种仇恨 就是一点点的就可以煽动起这种仇恨 这种仇恨已经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 对于日本 对于美国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真的还有可能能避免 那片土地的一个未来的灾难吗 一个战争的阴霾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中国人的 就是 眼界啊 打开 真正的再一次看向全世界 这个需要 这个需要很多的条件 一方面呢 是需要这个物理上的 你这个防火墙啊 等等这些东西啊 这个这个这个 集权的政府的这种统治啊 这些东西要把它解掉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从人心上来说 你是不是啊 我们就问心自问啊 每一个人 你是不是被 长期的这些宣传和洗脑 你那个中国人的标签 你那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标签 你那个所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标签 把你的眼界束缚住了 你先不要怪这个防火墙 你也不要怪中共 你先看看你自己是不是 在每一个细小的事情上 你比如说关于什么农夫山泉啊 这种讨伐 你是不是也去转发了 你是不是也去 跟着凑热闹 录了个什么小视频 去在那里倒农夫山泉的这个水什么的 去帮助 这样的仇恨情绪去宣传 你是不是也做了 那么所有的 在这个讨论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 你是不是说先入为主的 以这个东西是中国作家做的 还是中国以外的作家的作品 有没有一个划分 你区别的去看待 你有没有一种 一种莫名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啊 好像是中国的漫画 中国的电影啊 中国的游戏就就怎么怎么样啊 我就要格外的去支持 我就要去 格外的给他一个好评 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和心理 最重要是心理 因为你的行为会感染别的人 也会这么做 当然了 这个你的行为是出自你的心理 你心里有这么一个自己给自己塑造的墙 这个墙啊 这种民族主义的标签的这种东西 就是会影响你的眼界 真正的看向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 这个现象其实在很多其他地方是 你是看不到 你比如鸟山明就是鸟山明啊 你在别的国家 他不会说 因为这个是一个日本的漫画家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漫画作品吧 我就要抵制 因为不是我这个国家的作家的作品 我就要抵制 很少看到这样的现象 他是一个全人类的精华 对吧 但是在中国 就是这么奇怪 连官方去外交部说 纪念这个鸟山明的原因 都是说觉得他是一个左翼的漫画家 你看他还要还要用这种政治啊 以及以及他对中国的一个态度来去 去去去界定啊 去划分 如果他说过辱华的话 他就不可以被提及 他就要被禁掉 如果他对中国示好 我们就纪念他 我们就喜欢他 全都是这样的 有一个钳制性的立场在这里 这个其实久而久之 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利的 一方面的不利是影响了你的眼界 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吸收 全人类最好的文明的成果 那么其次呢 影响你的心灵啊 你会变成一个非常狭隘的人 狭隘的人就会去接收一些狭隘的东西 民族主义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就会被这种仇恨的教育去洗脑 再然后 就有可能就更容易啊 这种这种氛围啊 这种民心啊 就更容易爆发战争 那么你距离那个悲惨的 未来的那个状况 你就越接近 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感谢收看 订阅 点赞